沿着小径走到四合院 外观不起眼的老宅 吸引民众进入 走近一看 充满台式传统风格的客厅跟厨房 让人忍不住拿起手机拍照留点 这什么淑女养成记啊 所以也是因为说电视有在播 也有在播啊 然后也有那个什么 暴涨 所以我们就过来看看了 原来这里是台南后壁 也是台剧淑女养成记的拍摄背景 四号起正式开放 吸引大批粉丝前往 开放的第二天 游客担心人挤人 特地在中午前抵达 就是会担心疫情 算就早一点过来这样 就算不是粉丝 四合院里也有卖吃的 尤其是刹冰 天气热 逛到一半还能消暑 回想到以前小时候 一些阿父阿嬷的用品 我们的聚落里面 有很多的共享空间 大家可以在共享空间里面 就是保持距离 然后坐着慢慢吃 吃完了再离开这样子 台南后壁进了老街 只要假日就是涌入人潮 因为受到台剧的加持 开播以来 每周六日单日都会吸引近两千名游客 除了特定景点拍照打卡 附近的咖啡馆 冰店还有文创产品 也搭上观光商机 连附近的吴米勒 昆冰贝的家等全都变成热门景点 很有老街的气氛 另外离后壁不远的盐水区 刚好也是戏剧斯卡罗的拍摄场景 9月中旬后 台南市观光局也将眼拟跨区合作 串联戏剧景点 发展后壁跟盐水 观光旅游带 TVBS新闻 吴仲勋SNG小组 台南报道